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她却是一个例外,每次看到前锋变胖的时候,几乎都会吸引不少观众们的目光。 前锋身材越来越胖了,相信大家也都看到,在近几年来,前锋的身材可谓是越发肥胖,甚至是体重要破200了。 对于一位男艺人来说,这种身材是不应该出现的。 要知道,本来艺人就要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当中。 若是身材没有保养好,自然也会引起不少观众的吐槽。 但是看到前锋,似乎有种放飞自我的节奏。 每次看到前锋,最新的消息,几乎都是有网友吐槽前锋又变胖了。 这也实在是,太令人觉得尴尬了吧。 而最近前锋,又是因为变胖了的话题,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。 前锋胖得,看不到脖子了。 在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播出之后,有不少观众,都看到,前锋,似乎又变胖了不少。 整个人看起来,都越来越大只了。 虽然说见怪了,前锋变胖的消息。 但是每次看到,前锋变胖了的消息的时候,都总会让人,忍不住多看几眼。 按照前锋这样胖下去,估计突破200斤,可不是什么难事。 有观众发现,如今的前锋,可谓是胖得看不到脖子了,通过节目的截图看到。 前锋这身材,可是越发肥胖,而且整个人看起来,也都相当的臃肿。 尤其是看到前锋,稍微多穿点衣服之后,整个脖子,都看不到了。 看到这一幕,还真是让人觉得前锋,实在是胖过头了吧。 记得前锋年轻的时候,其实还是,一位妥妥的帅哥啊。 但是再看看,如今的样子,反差也实在是太大了。 不仅是变得,沧桑了不少,这身材变化,可不是一般的大。 前锋的脸,要比袁杉杉的脸,大了一圈不仅如此。 在前锋跟袁杉杉,站在一起的时候,前锋的脸,可是要比袁杉杉的脸要大了一圈。 袁杉杉,站在前锋面前,整个人都变得,娇小了很多。 不知道前锋是不是,因为火石太好了呢。 看到他如今的状态,还真是胖得有些一发,不可收拾啊。 按照这样下去,估计前锋,都快要胖得走不动到了吧。 虽然说男艺人,对待自己的身材,没有女星那么严格。 但是,作为一位公众人物,还是需要注意一点,自己的形象。 看到前锋,如今的模样,还真是不知道,该说些什么好了。 在袁杉杉,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,觉得前锋的脸,不仅是比袁杉杉的脸,大了一圈。 甚至是大了一倍,都不止,作为一位男艺人,变成了,这样的状态。 真是太令人,感到匪夷所思了。 前锋也该减减肥了吧。 前锋不仅是肉脸,比袁杉杉大了一倍。 就连这首看起来,也有非常的惊人。 看到袁杉杉,戴着手套的时候,这手套,还是松垮垮的。 袁杉杉完全撑不起,这对手套。 但是戴着,同款手套的前锋,他的肉手,几乎要把手套,给撑破了的节奏。 都说没有对比,就没有伤害。 看到袁杉杉,和前锋相对比,这伤害,实在是太大了。 虽然说男孩子的手,要比女孩子的手粗很多。 但是也不至于,把手套撑得这么紧吧。 看到前锋的手,简直就是戴着手套,都嫌太累了。 看到这样的前锋,真的是,也该减减肥了吧。 即便是不为自己的形象考虑,但是也要为自己的身体健康,着想啊。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来说,像前锋的这种身材,也难怪会,经常被观众给吐槽。 这胖的脖子,都不见了,而且戴着手套,还乐得这么紧。 不知道前锋,是怎么想的呢? 看到前锋如今的身材,若再不减减肥的话,就真的是一胖,不可收拾了。 估计在众多的男艺人当中,前锋已经是最重的,一位男艺人了吧。 对此事不知道,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,留言讨论哦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